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各位好 在这样一个夜色渐浓的冬天的夜晚 我要与你相遇在十点读书里了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一个人最大的愚蠢 习惯性反驳 最近看到一个视频 里边的场景 让人感触很深 当时李雪芹和同伴三人 一起讨论一个话题 报考大学时 如何选择自己的专业 李雪芹说 如果大家实在没有自己热爱的 就选热门的 结果对面有一个人当即反驳 我觉得不能选热门的 得选热爱的 李雪芹反问道 如果你根本没有热爱的 你怎么选 结果对方的回答 让人折舍 他说 我没有热爱的 我选个喜欢的 这完全成了抬杠 李雪芹脸上也写着两个字 无语 评论区更是一片哗然 网友们直呼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网上和人吵架 习惯性反驳别人 不管争论的结局怎样 于自己而言都是一种损失 为人处事 能够压制自己的反驳欲望 便是最好的交往原则 赢得了暂时的优越感 却失去了朋友 在看李雪芹被反驳的那个视频中 有一个网友的留言 让人印象深刻 我以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 现在已经不是朋友了 为了赢得意识的优越感 最终得到的是朋友的疏离 懂得收敛 才能赢得真正的友谊 著名书法家沈尹默 与陈独秀 有一对君子之交的佳话 1909年 陈独秀在杭州当教员 经常到同窗刘继平家中 闲座谈论 有一次 刘继平家中墙上 新添了一幅字画 被陈独秀发现了 是一首五颜古诗 落款式 沈尹默 那是沈尹默和陈独秀 在同一个地方任教 那幅字画 是沈尹默前一晚 到刘继平家中喝酒 乘性写的 第二天 陈独秀来到沈尹默家 一进门就说沈尹默的字 奇俗在古 面对突如其来的批评 沈尹默并不急于反驳 而是虚心地承认自己的不足 陈独秀见沈尹默如此谦虚 便诚信和他谈论其书法 此事过后 沈尹默不仅不生气 反倒发愤异常 连续十几年笔更不错 直至写出的字 俗气退进 旗鼓挺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 陈独秀折局四川江金 在贫病交迫中 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 沈尹默曾写诗赠陈独秀 陈独秀却说 他的词和三十年前一样 几乎没有进步 再次面对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 沈尹默没有回击 而是将其当成对自己的鞭策 沈尹默辞去监察院监察委员之职 专利临时赴诗 再绝后 沈尹默的书法进入了一个全盛期 也确立了他一代书法大家的地位 2000年 中国书写评定 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 沈尹默名列其中 后来沈尹默还专门在文章中 感谢陈独秀对他的极大帮助 沈尹默用自己的谦逊 赢得了陈独秀的赏识 陈独秀的批评指证 对他的进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因此赢得了一段长久的友谊 弗兰克林曾说 如果你辩论反驳 或许你会得到胜利 可能胜利是短暂空虚的 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给你的好感 善变并不会让人高人一等 反而会将自己推入人际关系的深渊 学会克制收敛 才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长久之道 反驳了别人 却封闭了自己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 有一个内容是这样的 设想在一个地穴中 有一批囚徒 他们自小待在那里 被锁链束缚 不能转头 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 在他们后上方有一堆火 有一条横贯洞穴的小道 沿小道柱有一堵矮墙 如同木偶系的屏风 有一些特定的人 扛着各种器具走过墙后的小道 而火光则把透出墙的器具 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 这些器具就是根据现实中的 实物所做的模型 囚徒自然地认为 影子是唯一真实的事物 如果他们中的一个囚徒碰巧或是 他看到有路可走 便会逐渐走出洞穴 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世界 此时他会意识到 以前所生活的世界 只不过是一个洞穴 而以前所认为的真实事物 也只不过是影像而已 这个时候他有两种选择 可以选择返回洞穴 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真实的世界 结果就是他选择了返回洞穴 并试图劝说他的同伴 也使他们走出洞穴 但他的同伴根本没有任何经验 故而认为他在胡言乱语 根本不会相信他 并且会绑架他 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杀死他 这就是著名的洞穴之语 习惯性反驳的人不就是囚徒吗 只相信自己知道的才是真理 但个人所知道的东西 往往存在着很多的局限性 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心理教达克效应 全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 它是一种认知天差现象 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 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的基础上 得出错误的结论 但是无法正确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辨别错误行为 这些能力欠缺者们 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 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 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力 达尔文说 无知比知识更容易产生自信 越是无知 人越容易陷入僵化思维的状态 习惯性反驳的人 会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庄子有言 锦蛙不可予于海者 夏虫不可予于兵者 一个真正优秀的人 不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某个观点 与他人争论输赢 而是保持反省的能力 努力成长 力争上游 停止习惯性反驳 才有机会看到更大的世界 红武时期 朱元璋有一个见识叫王浦 王浦担任御史期间 曾多次与朱元璋争辩是非曲直 有一次 王浦又与朱元璋争辩 朱元璋怒不可遏 马上下令 将王浦拉出去斩了 于是王浦就被反绑双手 被押到外面处决 朱元璋念及王浦的才能 希望给他一个认错的机会 就下令赦免了王浦的死罪 王浦仍被反绑双手 又押送回朱元璋的面前 见到被押回的王浦 朱元璋问他道 王浦你要不要改一改啊 王浦竟然大胆地反驳道 陛下任命我做朝廷的御史 怎么可以让我受刑被辱 处杀戮之罪 而遭侮辱成这个样子呢 王浦继续说 如果臣真有罪 陛下又怎么可以让臣继续活下去呢 王浦又问 如若臣下无罪 陛下又怎么可以下令将臣处决呢 王浦的意思是 不管朱元璋如何处置他 朱元璋都是错的 听王浦这么一说 此时朱元璋的震怒 比此前更甚 朱元璋已经给了王浦台阶下 但他的几番反驳 直接断送了他的官场和小命 若他能保持沉默 又何至于落到如此境地 有时候 人一时口舌之争 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西汉时期的一个丞相 公孙宏 在汉武帝身边当差 那时当丞相的人 有半数都被汉武帝处死了 公孙宏却可以一直被任命丞相 直到去世都深受信任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每次朝会发起议论 公孙宏都让武帝自己做选择 从不驳斥争论 有人向皇帝告发公孙宏 说他投机取巧 公孙宏并未争辩 而是让武帝自己明鉴 于是武帝暗自观察公孙宏 发现其品行敦厚 善于言谈 熟悉文书历世 又能以如数原式文法 武帝因此非常高兴 公孙宏出任丞相期间 是奉武帝兴建工业 旅举贤良 公孙宏一手此意 而数年之间已平民致丞相 于是在丞相府邸 建起边客之馆 逛纳天下闲财 参与国事的商议 并功行节俭 欲为天下人的榜样 每餐只是一种荤菜和粗米饭 所有的俸禄 全部用来奉养朋友 及边客 家里没有余资 对此 却常常有人对他议论纷纷 说他逢场作戏 只为套皇帝开心 但公孙宏却没有将这些议论 放在心上 而是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反而更加地被皇帝看中 红仪法师说 思想不在一个高度 不必互相说服 只需用沉默互相尊重 三观不在一个层面 不必相互理解 只需要微笑 相互包容 格局不同 无需争辩 认知不同 不必较劲 君子合而不同 忍者向外兼修 人活于世 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和看好 若是对此耿耿于怀 辩驳 只会让自己一身力气 让人生艳 沉默不是懦弱 是对别人最好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全 胸怀宽广之人 能够尊重观点的不同 而不是基于争辩 是非对错 知乎上曾有一个问题 成熟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 有一个高赞回答 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争辩都没有意义 你没有道理 你没资格争辩 你有道理 你没必要争辩 老子言 富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习惯性反驳 是人的本能 刻意刻制 却是人的本事 真正厉害的人 不仅能够做到 不争不变 兼容万物 更能保持清醒 从容的精进自我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儿了 往后一生 不与人辩驳 沉静 自在 清静 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